台北燈節 原本預計今年的台北燈節 就要辦在萬華車站的外面 一路向外延伸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北市府拍板定案 確定延期 每年台北燈節 民眾擠到前胸貼後背 帶來破百萬人潮 近百億傷機 如今確定延期 關鍵原因就是人流 難以管控 台北燈節 跟辦那個跨年活動不一樣 長達十天 然後在一個 幾乎是半個萬華區的一個範圍 這是完全不同規模 台北燈節就延後辦理 那至於延到什麼時候 就看疫情發展 中秋或什麼時候 我們再把那個燈金拿出來就可以 跨年如常舉行 柯批洋洋得意 如今面對燈節態度大轉彎 最大差別是 跨年就在北市府前實名制 一個晚上就結束 但燈節時間比較長 範圍也比較大 攤開地圖更清楚 燈節規劃路線 一路從猛甲大道延伸到貴陽街 還會到猛甲公園 龍山寺站等等 實名制難度真的很高 燈節確定延期 一年擴大節拍板取消 如果疫情擴大成社區感染 首都生活區 將備手衝擊 出現不明社區感染的時候 這個單一空間裡面 活動要一百人以下 無因子欣慰 我們要完整的 整本的 做適當的步數 我們合約上面 本來就會產生的費用跟補償 我們會做SOP 市府強調附近出租貪商 都會按合約討論補償 但詳細方案還要開會研禮 取消或延期 勢必衝擊商機 但再怎麼樣 都得把染疫風險降到最低 三天宣傳各自鋼駐軍 台北報導